Fill Ice Can Carry Carry 哈囉大家好 我是小兵 歡迎收看小兵的全視線 全視線很快的教學影片 今天要教大家分享 全視線小知識 今天要教大家的小知識有兩種 第一種 story 與 15 秒以上影片製作 第二種遠距合作 大家都在詢問說要怎麼拍超過 15 秒 有兩種方法 一種方法就是 自己在家裡有剪接軟體 你把一首 30 秒的音樂剪成兩個 15 秒 然後分別把它拍完之後再把它合在一起 這是一個方法 你是在 musical 裡的話 它是有很酷的一個所謂 story 的模式 那 story 是怎麼用呢 今天隨便先拍一個影片好不好 然後我拍了影片一 影片一我拍完之後呢 儲存成私密影片 那接下來我再弄 可能是同一首歌 因為大家要接下去吧 好 影片二 影片二 為什麼我今天頭髮真的有點塌 好 影片二拍完了 我有兩個私密影片的時候 你就可以到 musical 裡面有一個草稿夾 好 私密影片就是草稿夾 你看你有兩個對不對 上面有一個建立一個故事 就是所謂 story 如果你是英文版它就是 story 然後你就點建立故事 然後你就選 照著你的順序選影片 第一個第二個 按完成之後 兩個影片對吧 你也可以選擇你的排序 按下一步 它就會 把你剛剛兩個影片 連結在一起 然後 之後你就可以上傳故事 那你上傳故事之後 它就會有15秒以上的影片 這是告訴大家的第一個小技巧 第二個問題就是 大家在討論怎麼樣去遠距合作 如果我住在台北 我的朋友住在台南 要怎麼樣遠距合作呢 那很簡單就是 你們可能找好同一首歌 假設你算 一個八拍 兩個八拍 三個八拍 四個八拍好了 那我使用 一三八拍 所以我會把 一三八拍先拍完 那我會告訴他說 我第一個八拍的後面 是用什麼過長 比如說我是用旋轉過長 我是用翻轉過長 我是到頭 有沒有 那所以你的朋友 在第二個八拍的時候 他可以從頭出來 或者是他可以用 另外一個旋轉出來 你們就可以做遠距合作 那你就是 可能你自己拍完影片之後 你可以把影片輸出來 然後他把影片輸出來 然後再用剪接軟體 把你們兩個剪在一起 這樣有懂嗎 以上就是本次的 全視線快教學 如果有任何問題 歡迎在底下留言發問 這些問題很有可能 在未來的教學當中 為各位做解答 喜歡我教學的朋友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小兵全視線 transition 快教學 我們下次見 掰